今天的依知个股推介是汇丰5号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减选 原因是港股短期在22000点关口增持反弹落美元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近日暗示5月很可能加息半利 同时多位联储局官员也发表鹰派言论 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 受为加息预期向上理好本地银行股 股份可以关注汇丰 汇丰去年每股盈利62美先 每股牌息25美先 市场预估汇丰营收和股息 可以跟随加息周期回升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汇丰2022年度每股盈利48美先 每股牌息28.6美先 2023年度每股盈利79美先 每股牌息预计36.1美先 汇丰股价继续手运 在去年9月以来延伸的上升轨之中 中期升浪未扭转 策略上 减于汇丰在2018年高见74.8.9之后向下 2020年9月低见24.3.8.8 24.3.8 累计下跌6.7之后回升 五若果以累计跌幅反大黄金比率0.5倍 计跌幅反大目标大约50元 若果以0.618倍计跌大约56元 两个目标都在2月超额完成 回升动力较强之下 后市可望转一步挑战0.764倍 但反弹升幅 目标大约63元 策略上建议在10天线大约50.9收集 向下调整大约6%去到48元的话就减载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